好 看到赖清德总统昨天是以三军统帅的身份来主持陆军官校百年校庆 那致辞时呢 他重申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还强调不能够接受首战及中战的投降主义 他表示当前的国军不属于任何个人或是党派 而是效忠国家 效忠人民 效忠民主 中华民国在哪里 黄埔精神就在哪里 好 可是呢 看到他致辞时喊出了 不能够敌我不分 不能够甚至敌友不分 好 也不能接受呢 这个首战及中战的投降主义 被认为是在剑指前总统马英九 对此马伴就痛批 从这个演说内容可以看出 赖清德呢 是倾向寻求战争 但是人民需要的是避免战争的总统 而不是隐战的总统 秦国不让须美 女军校生首次组成正部联 但由于国防部长顾立雄宣布 以后孝庆不提正部 这经典的一幕不仅空前也是绝后 黄埔军校百年孝庆 总统赖清德同样首都以三军统帅身份 参加全军礼教育 现场更有官吏群众向他喊话 小欧乐笑揮手回应 赖清德致辞时当然不忘提到中华民国 甚至特别强调陆军官校的搅供史 明显要跟大陆争抢 谁才是黄埔政统 一百年来 纵使历史警务场景悟患心仪 但我们坚定的确信 中华民国在哪里 黄埔精神就在那里 秉持为中华民国生存发展而战 为台澎金马百姓安全福祉而战的台式 台下校游一片叫好 但话风一转 赖清德似乎又悄悄偷渡了新两国论 面对中国强势崛起 迫害台海现状 坚持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在中华民国宪法架构底下 只有两岸互不隶属 没有两国互不隶属 如果要延续黄埔的精神 也不应该让北京垄断中国这个概念 所以就不是中国侵略台湾的问题 而是怎么样能够维护中华民国民主自由体制 来清德的互不隶属 日前才想拖马 应久来背书 遭到炮轰 结果黄埔百年孝庆这一天 又因为这句话 双方再度刚上 我们绝不能够敌我不分 也不能够敌友不分 更不能够接受首战及中战的投降主义 麻办火速回应 强调人民要避战的 总统 而不是隐战的总统 同凭赖清德不遵守中华民国宪法 强硬地以新两国论 让两岸更加剑拔弩张 想紧抓正统的话语权 又急着改变正统 民进党政府嘴巴上的追求两岸和平 却被蓝银之一充满挑衅 根本无助台海稳定 继续中长李俊宁 陈其鹏台北高中报道 而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肖旭成 在中天柳杰克主持的今晚聊点有用的直播节目当中 他就说民进党政府站在政治利益跟选举考量 刻意不让两岸顺利交流 主张两岸交流的就会被清算 赖信德的策略很简单 让两岸持续紧张 调动统独矛盾 当你把大陆视为另外一个国家 就是所谓的红线了嘛 这是两个中国嘛 或者是这个台湾独立嘛 这就是违反了中华民国宪法 也触犯到了所谓的美中台三番关系的红线 我觉得这个东西要讲清楚 如果不讲清楚的话 台海永远不会平静 两岸永远都会紧张 现在两岸的关系紧张 最根源就是说 因为赖清德在520就职演说讲 两岸是两个国家 两国论 新两国论 这个东西所以他今天 才需要接受时代杂志专访 把它技巧性的用总统府的新闻稿 改成两岸互不隶属 希望降低新两国论的 这种味道跟紧张 但是赖清德总统本身嘴巴还是很紧 他没有改啊 他是讲两国啊 但我是觉得这个是根源啦 所以我有公开呼吁赖清德总统 我觉得我们不要去玩文字游戏 你就大大方方的公开宣誓 根据中华民国宪法 与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我们跟大陆不是两个国家 我们制度不同 体制不同 但是我们并不把对方视为另外一个国家 这样这句话一讲 保证大陆的那个紧张形势马上降低 你说那个观光客马上就会来 然后这个所谓的你认为的军事紧张 情况也会大幅度的降低 我觉得这是根源啦 总统赖清德提到不能够接受首战及中战的投降主义 那前立委郭正亮就说 马英九之前提到首战及中战的背后逻辑 意思是呢 不要想说美国会来得及救援 只要台海发生战争就会很严重 所以我们要避战 而之前就有媒体提到说 马英九这句话很容易被误用 果然 后来呢民进党就抓着这句话 来攻击马英九就是投降派 那么今天又修理了马英九 那亮哥就说扯蔡英文没问题 但是马英九跟你不一样 亮哥同时也补充说 首战及中战呢 就是蔡政府国防部提出的分析报告 那马英九引用呢 是要强调避战而不是投降 赖清德在黄埔孝庆讲这个实在有够低级 赖清德是让前面那一段是讲的不错的啦 因为他并没有讲到 前台七十五周年 对 我们本来比较担心谁 对对 可是他显然是因为很多人都放这个话 所以他基本上在黄埔的历史延续 这个部分他是承认 这个部分实际上还讲得不错 可是他就是 他实在因为他的 他就是这个人就是很固执啦 你就看到他就职演说那一段 可是我觉得他接受时代杂志 访问跟这一次的黄埔的演说 两边就是互相矛盾 对 你接受时代杂志 因为美国爸爸访问嘛 你就把马英九扯进来 所以我讲的跟马英九一样啊 这个简直是胡说八道啊 所以马英九也做了驳斥嘛 可是你看他这个黄埔的演说 他就又把首战集中战 然后说马英九是投降主义 又又把他拿进来 真是奇怪 那你前面在讲马英九 我跟他一样的 所以那个大陆不用担心 那现在后面又把马英九 弄进来抹黑他嘛 说他是这个投降主义 实际上马英九的引述是2020年 2020年那个时候国防安全院 他刚好做了这个报告 认为大陆的战略的构想 就是首战集中战 这个是你自己的国防部的研究院提的 那马英九就顺口说 首战集中战 如果属实啊 事实上大陆确实就是这种战法 越来越像真的 就是导仗的时间会尽量缩短 那马英九的意思是说 美国根本来不及救你 对 因为时间不够 所以你不要去奢望 要靠美国救你 那马英九的推论就是 所以要避战 马英九事实上重点是要避战 避战 对 他是认为大陆就是要这样打 所以你去寄望美国来救你是不现实的 然后他的结论就是要避战 那这个说法是让在2020年 就被民进党的发言人 那时候是颜若芳 痛批一顿 而且逻辑跟赖清德 这次讲的一模一样 他都就说 所以马英九就是不想打 就直接投降就好了 这个时候民进党 民进党就是这样扭曲的 那马英九当然也做了反驳 那我不 我觉得非常的 这个不可思议的是 赖清德竟然把2020年 颜若芳的说辞 拿到黄埔军校的演讲词里面 再说一次 这个真的有够低级 因为人家的意思又不是这样 你是总统 你直接就说马英九要投降 马英九不是要投降 意义不是这样 马英九是要说这个战争不能打 打了不得了 所以我们要避战 所以他才去访问中国大陆 连续去了两年 所以我是觉得赖清德真的就是一个斗鸡 这个李彦秋讲的最准确了 就这个人要嘛就是去斗中国大陆 那现在又回来斗马英九 那已经惹了祸了 那结果他黄埔军校这个蒋词 他还是忍不住还是要把他再引一次 所以我觉得他真的是有一种 我觉得这个人的政治性格就是 就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啦 就说要嘛你蓝牌就是真的要 这个发挥你的这个 发挥你的能量 把民进党押住 不然他不会让 他就逗到最后一天为止 那中央大陆也一样 他就觉得你就是纸老虎嘛 我讲到现在都没事啊 那很危险耶 他就是这样的玩法 我觉得他的政治个性就是这样 就是没什么啊 就是我就是引到这样的一个氛围 两岸很紧张的氛围 那又没怎么样这样 所以他就赢了嘛 而且相对于国民党跟民众党 他认为他这样就可以把 民众党跟国民党压下去嘛 借用两岸紧张的氛围 然后来说你看吧 你就是中共同路人啊 你看吧你不敢跟这个北京斗嘛 只有我敢啊 我觉得他就是决定这样玩 一路就玩到2028了啦 好亮哥刚刚也说 其实呢对于赖清德在昨天呢 黄埔孝庆讲的这个言论 有部分呢是好的 比方说呢赖清德对于黄埔军人呢 过去东征北伐 甚至呢对于说对日的抗战等等历史呢 他是全盘接受 务实来看待黄埔百年的建军史 不过呢再度来重申 他说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那也使得赖清德面对这跨越两岸的黄埔精神 感觉呢是显得既尴尬又矛盾 而赖清德过去接受了时代杂志的专访时呢 他表示说在520就职演说当中提到 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这是事实 但是赖总统的官方麦图卡 小编呢把整个访谈内容简化成两岸互不隶属 被批评说在大玩文字游戏 而赖清德昨天呢出席了黄埔孝庆 他重申两国互不隶属 时代评论董志森也透露着背后的动机 人民都很清楚 两岸跟两国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两岸的概念当然就是来自宪法 我们的宪法 我们宪法然后下来 我们就有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两岸关系条例的前名叫做 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 所以他已经界定很清楚了 那台湾跟大陆他的概念 在法律上已经完全呈现了 蔡英文当四年入委会主委没有改 没有说我到立法院我要求把这个改 都通通没有 他们一直沿用 那现在民进党执政九年 第九年还是继续沿用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了 赖清德现在只是又被抓包 抓包就说 那你小编怎么偷偷改回来 所以他借着入京关系条 这一场活动 他表示说我没有改 这就是赖清德的脾气 大家都很清楚 他很在要占到底 他这个时候不能退 因为是他号召大家出来 包括那些清廟 包括民营党的立委 还有各地方党部 那当然还有他们的那些车衣网红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民营党现在就是从头到尾主战 那这个主战就是 520以后赖清德就开始在搞选举 快点购618狂欢年中庆 全场惊喜等你来拿 手机挂绳只有一条怎么够 Keep fighting超宽版减压手机挂绳 热销款 Live活力放送款 百搭荣耀款期间限定 1加1超值优惠组 任两条立刻减100元 让你任何场合都能够自由搭配 全场消费满天就送白 最高回馈10% 另外不限金额 消费就能够以100元加购 中天文创经典商品 618狂欢节 一起来快点购 线上欢庆 享受绝佳的购物体验吧